《唐太宗礼师民》 出杀太子李建成,其王李元吉,破腹退位。 在登上了大唐帝国皇帝的宝座后,便将李元吉之七霸为己有,这位帝媳妇及隋阳帝之女杨妃。 之后,卢将王李院毛返,李世民将其诸杀后,又将其妻纳入后宫陪侍左右。 李世民的上梁不正,为日后整个大唐王朝后宫迷乱的下梁歪,埋下了祸根。 二、唐高宗李治唐高宗李治,六百二十八年至六百八十三年,在当太子时,便与其父李世民的才人五妹,及武则天关系暧昧。 李世民去世后,武则天被打入赶叶四薛大维尼,李治继位后,仍与武则天就情难忘,于是,让其还俗并看那为朝义。 最后,李治将其扶正成了自己的皇后,武则天的身份应该是李治的庶母,李治的行为,可谓毫无人伦道德可言。 三、唐玄宗李隆基,唐玄宗李隆基,六百八十五年至七百六十二年,又称唐明皇,相传其年轻时,便迷恋自己的姑母太平公主,到了晚年更是荒淫无度。 开元八年,见其第十八子寿王李茂的妃子杨玉环美貌绝伦,便不顾宫习之间的礼数,纳入宫中霸为己有。 此时,杨玉环刚满二十二岁,唐玄宗已经五十六岁,唐玄宗在宫中忽儿习为娘子,礼数十同皇后。 此后,李隆基便一直过着如常恨歌中所临的日子,春宵苦短日高级,从此,君王不早朝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